而氣爆意外發生到現在呢 消防局主命林基澤和小隊長劉耀文 到現在都還下落不明 雖然昨天一度發現疑似是骨骸 但送驗之後已經確定不是人骨 今天搜救隊員是再度搜尋 結果在土堆當中挖出了疑似是消防衣 目前已經送鑑定等待結果 從前面拿一箱這個東西過來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的動作就是先用水沖一沖 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是說認為需要送警察局鑑定 我們再送鑑定 所以就是讓我們處理一下 你們就在旁邊可以看 好 謝謝 搜救隊員一早在土堆當中 持續尋找失蹤的消防弟兄 就在10點40分左右 他們發現疑似消防衣材質的物品 雖然挖出來之後呢 當場用大量的清水沖洗 但是沙土實在太多了 沒有辦法判定材質是不是就是消防衣 因此已經將這個衣物送去鑑定 希望能夠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靠近 民主的虛寺 民主的虛寺 帶來了 感谢观看